民眾拿著箱依序排隊參拜 這是日常的宮廟場景 但現在宗教也要跟上數位化腳步 將卡片插進宮廟裡的ATM 除了轉帳基本功能外 還有了宗教選項 從點燈到安太歲 通通一直搞定 完成交易後 收據背面還富有籤十 考量到每日大量金流的管理不易 許多宮廟也導入了悠遊卡等電子支付系統 想捐箱有錢卡片一逼就搞定 而宮廟不只多了金融支付 就連點光明燈也將變得不一樣 白色圓形造型上頭的姓名貼紙 變成了名字LED燈 重點是信眾還能透過手機 將想說的話打出來 就會直接顯示的電影 在光明燈上增加互動性 生活上遇到什麼挫折 你可以用手機輸入一些 你想要的文字 讓神明可以看到 可以去運用它的 而不是到了明年 再去花幾百塊 再點一次就這樣結束 新科技大舉進入宮廟 讓傳統宗教數位轉型 不再是遙不可及 而是有著無限可能 八星文需要主播 明顯台北參謀導 明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明山新聞 記得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